这个小明问八八 八笔 为什么马的背上放钱币呢 八回答 那代表是马上有钱 我们有一个法 叫尔斯基姆教的马上有钱法 马上放钱 就是马上有钱 回家以后 这个小明就拿话笔 画了一张图 八八看见了就问小明 你在画什么啊 小明就笑了 我这个画要去送给 去大陆工作的叔叔 把他看了讲 为什么你画骆驼啊 小明回答 那才不是骆驼呢 这是马上有二奶 一个是财 人生离不开两个 人生离不开两个 所有的警察跟刑警 在办案也离不开这两个 一个是财杀 一个是情杀 这个无论是怎么样子 都离不开两个 一个是财 一个是色 人生就是财跟色 这两样离不开的 民加上一个民 财色民 你如果离开财色民 你就是圣人 人啊 剩下的人 我告诉你真的是圣人 你离开财色民 你就是圣人 否则 人生就是这三样 没有别的啦 财色民 在热闹的酒吧里面 有一位帅哥朝我这里走来 帅哥就问那个女生 这里有人坐吗 那个女生就很有礼貌的回答 没有 变成这个女生的脑袋里面 不断的思考 等一会我要跟他聊什么话 最后帅哥就把那张椅子拿走了 期望就落空了 那是什么 色 帅哥也是色啊 美女也是色啊 对不对 老婆瘦了二十斤 以后她哭了 老公很好奇的问 哭什么啊 你瘦了二十斤 多好看啊 这时候老婆哭得更伤心 早知道我瘦下来这么好看 我就不会嫁给你 什么东西啊 色啊 离开财色民 你就是圣人 感谢